有人说没到科隆就像没到过德国 当你来到科隆 定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德式经典和严谨 科隆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 也是一座建在莱茵河畔的城市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 城内除了各处古迹透露的历史厚重感 还能感受到德国人满满的欧式生活气息 科隆是德国的第四大城市 人口在一百万左右 仅次于柏林汉堡 市中高楼大厦临次致比 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城市 也是德国西部莱茵河畔 历史文化名城和重工业城市 科隆的夜景很美 是一种田径的美 整个城市倒影在莱茵河水中 美轮美奂此时此刻 千万别忘了要拿起手机 记录下这童话般的田径 当然除了莱茵河的美 在科隆还有非常多有名的打卡景点 今天就给您介绍三个我最喜欢的 第一个科隆大教堂 提到科隆大教堂 你会想到什么 在国内的各种旅游指南上 对这座教堂充满了一美之词 比如世界上最完美的哥特式教堂 到德国不得不看的中世纪教堂 与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和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齐名等等 作为科隆式的标志性建筑物 大教堂即宏伟与细腻于一身 论规模它是欧洲北部最大的教堂 也是世界第三高的教堂 绕教堂一圈可以从各个 角度观赏教堂的宏伟雄资 在震撼之余会不由自主感叹 也许在神灵的眼中 人类不过是一袭沉沙 第二个 霍亨索伦桥 霍亨索伦桥横跨在莱茵河上 它是游客到德国的毕达卡之处 桥上镇守着的是四座霍亨索伦王朝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的骑马像 这里是拍科隆大教堂的最佳取景点 但最先吸引你注意力的 无疑是桥上那十六万把颜色缤纷的同心锁 把心交给我我会永远忠于你 这首在德国家喻户晓的歌曲 用爱情赋予了大桥更深刻浪漫的含义 在霍亨索轮桥上挂一把锁 将钥匙丢进来银河 爱情从此天长地久 看到这里是不是也想带上自己的爱人 一把中国爱情锁在这里挂上呢 第三个老吉市广场看完了美景 自然要去寻找 科隆当地最地道的美食 离教堂和大桥都尽在咫尺的老吉市广场 则是最佳选择 当年的热闹吉市 如今依然是人头攒动的地方 这里遍布了大大小小的咖啡馆 餐厅和酒吧 走累了就坐下喝一杯吧 那些色彩绚烂的建筑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媚 来银河上吹来的微风轻浮过脸庞 一切都是刚刚好 在老吉市找家百年老店 享用一餐正宗的德国香肠 猪肘加啤酒是对味蕾最好的家赏 科隆在德国是一座缺乏存在感 且低调的城市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城市 如果您到德国 希望能来这里待上两天 也许您也能体会到科隆的另一种浪漫 关于德国科隆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您想看哪里 给我留言哦